評論川普副手 范思就是川普分身 美國總統拜登用詞謹慎 因為川普遇刺之後 有民主黨幕僚發文說 要槍手下次瞄準一點 火速遭到開除 民主黨怕被說 煽動暴力 不敢再罵川普 拜登一語道盡 說什麼都不對的尷尬處境 不過現在誰還在乎 拜登退不退選 美國媒體Politico報導 川普槍擊後 民主黨內推動 換敗幾乎擱置 就算拜登罕見 全國演說真話語權 也難挽回頹市 民主黨內人士更直言 川普已經贏了 CN則是報導台面下 還是有換敗生了 但知道白宮保不住 至少要能拿下 參眾兩院多數 至於誰能帶民主黨突圍 呼聲最高的還是副總統賀錦麗 分析指出民主黨不能再打川普危機牌 只能回歸政策打經濟牌 力挺川普的特斯拉創辦人 馬斯克在X推文大讚選 范斯當副手是選得好 歐爾街日報還報導 馬斯克承諾每個月捐 4500萬美元替川普助選 川敗聲勢此消彼掌 民主黨陷入危機 QV前送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